取消失聯制第二天 還是有不少民眾逛菜市場前 習慣拿出手機 掃QR Code 我昨天還知道 可是我不會下版 要問人家 問年輕人給我做 我不知道 制度一直在改 我們老人家也跟不上 本土確診人數每天創新高 指揮中心宣布 以台灣社交距離APP 取代簡訊失聯制 就有連鎖賣場製作公告提醒 而台灣社交距離APP 同時也進行改版 除了增加存放疫苗接種 是未證明 還可以自主解除市警狀況 確診者足跡重複的民眾 不用再透過1922來管理 也增加自主性 疫情升溫 科技防疫 成為必要手段 研究過蠻多就是這種APP 它在國外的一些實行的案例 它並不是用整個國家的人口數 去做一個基底為計算的 它其實更是在針對 例如說大城市 或是某一個區域內 它的這個下載人數的比例 直播這台APP系統 得打開藍牙監測 也得要有GMS 也就是Google移動服務認證 才能確實記錄足跡歷程 金新聞 謝維洪偉 採訪報導 也許極度著 他現在在零土下 發動的努力 所以說 你沒有說 零土下 你沒有說